就在外界紛紛猜測佩洛西和拜登能否因為中共方面要擊落和叛飛等威脅 而擱淺訪台的計劃時 外媒消息及時報導在北京時間7月29日凌晨34分 佩洛西乘坐的C-40A公務飛機已經從美國西海岸 惠德貝島航站出發在3時41分時抵達阿拉斯加 之前先前往日本然後繼續東南亞國家的行程 而美國列根號航母已經在日前離開新加坡 沿東北方向直奔南海 據NBC報導佩洛西在出訪前的行程上 台灣並未列入正式的出訪地 而是在可能出訪地上有台灣折養 目前尚不知道佩洛西此行是否即將過境或降落台灣 據悉,佩洛西與莫寮們多次以安全因素 拒絕證實或否認她的行程安排 顯然不是擔心海盜或伊朗、北韓 而是擔心威脅過去出行的那些戰狼們 當有記者問及關於她的行程計劃時 佩洛西本人在27日在回答關於可能訪問台灣的問題時說 我從不談論我的旅行 這個對我來說是個危險 顯然面對威脅,佩洛西也很小心翼翼 據相關消息稱 佩洛西將帶著一個由議員組成的代表團進行這次訪問 佩洛西的本次亞洲之旅包括美國在該地的盟友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 如果佩洛西這次同時訪問台灣 她將是25年來訪台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 而她考慮訪台的消息 早前已經引來中共多次的公開威脅 稱會以強而有力的措施來回應 面對威脅,美國各部門不敢抬慢 早已嚴陣以待了 對於出訪的安全問題 美聯社援引美國官員的話說 如果佩洛西返台,軍方將增加在印太地區的部隊和軍備 以防不測 他們還會提供一個包括戰機、軍艦、偵測設備 和其他軍事系統在內的重疊保護圈 以保護佩洛西飛往台灣的飛機 和停留在地面的所有時間 讓我們來看看中共軍機 是否採納了胡錫進的建議 進行本飛 或中共揚言要採取的強而有力措施 現在台海、南海一帶動靜如何? 據南華早報報道 專注於追蹤中國周邊動態的致富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平台提供的船舶信息顯示 在導彈驅逐艦和巡洋艦畜擁之下 美國列根號航母已經在日前離開新加坡 沿東北方向潮南海開去 看這個鎮勢,不知道中共還要開什麼炮? 對於海軍行動 美國五角大樓未公布列根號航母戰鬥群最後的目的地 但是航母正在南海向東北方向迫使,直奔台灣海峽 目前白宮未對佩洛西訪台公開表達立場 僅表示此事由他自行決定 但是議員們則紛紛之招 美國兩黨國會議員多數都鼓勵佩洛西訪台 表示如果因為中共抗議而放棄 等同於屈服於中共的壓力 而今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 就佩洛西訪台再次表示 如果美方挑戰中方底線,必將遭到堅決反制 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完全由美方承擔 而外之意是佩洛西真是訪台,中共將嘴炮火炮一起開 人們關注的相關信息就是拜登和習近平28日的通話 拜登到底和習近平在第五次通話中說了什麼 看來主要還是談在台灣的問題 中共官媒就拜習通話發布的通稿稱 習近平嚴厲警告美國不要干預台灣事務 他對拜登說民意不容侵犯,玩火必自焚 我希望美方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據美國白宮聲明,拜登表示強烈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或破壞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舉動 顯然雙方各執一次各有解讀 日前,中共軍方已封鎖了福建沿海 並連接進行實彈演習 另一方美國軍方公布了佩洛西一行 乘坐的空軍一號的安全空間為185公里 任何進行此範圍都將被擊落 美軍不打嘴炮,直接就預告開火條件 中方如何應對? 接下來難道解放台灣的時機到了? 就等戰狼們行動? 人們注意到在2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 趙立堅被問到 如果佩洛西眾議院議長訪台的話 中方是否認為中美高層對話的氛圍不復存在? 據現場目擊者稱,面對此問題 似乎趙立堅沒有預料到 或事先,中共在商議記者會的問題回答時 也沒有準備好是否有人問這個問題 只見趙立堅不斷找台面上的參考答案 找了足足一分鐘才做出上述的回覆 那佩洛西和美國政界會否屈服於中共的壓力呢?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佩洛西和美國政界一向針對中共的態度 2018年11月就有海外媒體報導 就美國中期選舉大局已定,民主黨即將成為中議院的多數黨 但是這個對北京來說並不是好消息 該消息還提及到在2019年即將接任眾議院議長的 多數黨領袖佩洛西對中共的立場非常強硬 他還配合川普上任後大力揭露中共對美國的滲透 在美國幾十年歷史中看,無論執政黨還是在野黨 如果誰對中共軟弱就會失去民意 中共也清楚這一點,所以美國當時的中期選舉結果令北京壓力反真 在2018年11月7日,共和黨確定獲得參議院國半席位 民主黨即將成為中議院的多數黨士 外界也普遍認為這對北京來說並不是好消息 2019年接任眾議院議長的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屬於對中共的強硬派 多年來一直被中共黨媒批判 市任美國總統川普在當時第一時間就給佩洛西打電話 就民主黨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向他表示祝賀 當時佩洛西接到川普的電話非常感動 佩洛西的發言人Dill Hamill在推特上寫道 川普就去在獲勝演講中呼籲兩黨攜手共進向他表達感謝之意 資料顯示佩洛西是意大利裔美國人 自1987年擔任加尼福利亞州第八國會選區議員 2003年成為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2007年1月4日成為首任美國女性眾議院議長 多年以來佩洛西一直被中共官方視為敵對人物 也被中共黨會列為美國對中共的鷹派人物之一 其實佩洛西反共由來已久 在2018年11月5日 美國知名商業雜誌福布斯、資深讚稿人 Kennif Reprosa發表題為《親愛的中國政府》 民主黨不會挽救你的文章 文章指出 貿易戰或貿易衝突主要是一個行政決定 這是川普職權內掌管的事務 即便川普在這方面需要國會幫助 他仍然可以指望兩黨的支持 因為民主黨的兩院領袖都認同川普對中共的強硬政策 文章指出 民主黨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密 和民主黨籍眾議院領袖佩洛西都支持川普的關稅 舒密雖然經常批評總統 但他一向支持川普的對華強硬政策 他之前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說 他認為川普對華徵稅是對的 因為中共對美國行事不公平 中共完全佔美國便宜 他們利用網絡間諜的方式導線我們的知識產權 他們不僅導線我們的知識產權 而且將我們的公司排除在外 還說你們可以在中國出售你們美國產品的唯一辦法 就是將技術和知識產權交給我們 在川普在任時宣布考慮對中國進口商品 徵收懲罰性關稅時 佩洛西作為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 當日發表聲明支持川普政府 為美國工人和產品而戰 佩洛西說美國貿易代表的 有關中國知識產權盜竊的報告 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來應對中國各種租工行為 佩洛西還指責中共的監管壁壘、本地化要求 濫用勞工和中國製造2025政策 以及很多其他不公平貿易行為 他說這要求美國對中共做出全面回應 佩洛西認為川普宣布的關稅 應該被用來作為美國與中共談判出一個更公平和更開放貿易的制衡點 除了貿易 佩洛西還強烈表示美國政府還要推進中國人權問題 六四爆發時佩洛西就在北京 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 他曾在天安門廣場外正坐抗議 支持中國抗議的學生和市民 同時提出為六四事件時期的中國學生提供庇護的保護法案 在六四大屠殺兩年後 佩洛西組織美國人權組織訪經 他們避開接待人員 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拉開黑布條 上面寫著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之烈士 並親自念聲明獻百花令中共極為恐慌 佩洛西擔任眾議員以來 一直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給人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十多年來他一直投票反對給中共最為國待遇 反對中共申辦奧運會等 2007年6月12日 他還以眾議院議長身份發表聲明 要求美國介入調查中國廠商剝削同工的非人道案件 1992年佩洛西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第七屆 結出民主人士獎 佩洛西與前任參議院民主黨少數黨領袖哈里瑞德 都經常批評中共的人權狀況 都是中共認為的鷹派 他們都是民主黨內的對中共強硬派 美國國會眾議院在2018年9月25日通過一項題為 以對等原則進入西藏的決議案 就西藏問題表達美國國會的立場 同時指出 美國國務院在允許中國外交官進入美國部分地區時 應該考慮中國在多大程度上 允許美國外交官訪問中國其他地方 包括藏區 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在晚間眾議院議事堂辯論中說 這項決議案旨在推動美國外交官 記者和遊客能自由進入西藏 並要那些中國官員為他們在西藏的壓制行動負起責任 2017年4月首次穿襲會前 佩洛西曾致咸川普 敦促他向北京提及中國人權問題 以支持中國那些因為宗教和政治信仰遭到迫害的人 2016年10月 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在美國舊金山市政廳前廣場集會 譴責中共活習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佩洛西發去了表達支持的信件 綜合以上所述 可以提出尊重人權和自由理念是美國的立國資本 抵制中共暴政是眾多美國議員政要們一向堅持的目標 那麼佩洛西到底會不會不服於中共的壓力 會不會訪問台灣呢? 如果訪問台灣將發生什麼事態 讓我們來密切關注 地政集中 由於中共充分協力 我們會進行為 入口中開放 參加大紀元 當時亨利 尤其是一位 民間的百分之公司 訪問台灣 由於中國充分協力 香港人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